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教授的窗户上发现了一个脚印 大概是42号的一个脚 这个线索非常好 那么就没有再发现点别的 安眠药之类的 安眠药没有 都吃了 安眠药都吃了 我们曹教授有多想不开 把安眠药都吃了 我现在怀疑安眠药不是他自己吃的 是有人强迫灌入的 那么咱们现在要让他们 把他们心中认为的嫌犯写在纸上 嗯 来吧 恐慌药云不如安来 呦 孟会长 哎 现在怎么样了 让我来参加公投的 开始了吗 不是 你先等会儿 啊 这半天你干嘛去了 不让我在这待 让我回屋待着去 你怎么那么好的待遇啊 就我这身份就这样啊 你什么身份啊 刚才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一下 我是洋行的买办 呃 因为我这个身份地位呢 在这个总监来说呢 算是打不来批了 因为所有的高官啊也好 还有这个社会上的护商也好 都跟我有接触 都跟我很熟 所以说在这个圈呢 你的公管警长也好啊 还是谁也好 对我都比较好 刚才我拉着那手绢呢 什么手绢啊 没看见 狗拿走了吧 狗子 吃酒吧 心糖 各位先生 在你们当中讨论出一个凶手 当然 孟先生 您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行 你们先聊啊 好 宋经 各位 讨论得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开始投票吧 请大家在纸上写上 你认为的凶手的名字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严先生就这么困难吗 我没有理由怀疑谁啊 没有理由怀疑别人也可以写自己啊 写了吗 两名 都写好了吗 我还没写 这不是没写吗 文先生请您迅速写 否则的话 我们请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聊了 那我就迅速写吧 好 现在各位可以在我们监管的情况下 稍微自由地活动一下 咱们回去分析一下吧 好 现在是作家有一票了 周明觉投了张土豪 而张土豪投了张礼斌 张礼斌投了严作家 同时投严作家的还有秦掌柜和何管带 而严作家投了周明觉 同时投周明觉的还有孟买伴和阮经理 也就是说 嫌疑集中在严作家 周明觉张土豪和张礼斌的身上 所以下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提审 各个基谱 是您来审我来审 你来审吧 那您去听 我听 探长提审严作家 又该我了是吗 天 您好 作家 您是 岳探长 您是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归国的留学生 归国留学生 对对对 您的工作是 作家 发表过什么 哎呀 几篇捉作不知一提 最好让我知道 知道 有几篇比如说像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去了远方 我去了远方 还有一篇是一篇散文集 三篇就称自己为作家 你可能不了解 可能就是在作家 其实跟你们警探界一样 也有很多就是名不符实的一些人 我没有办法要发表文章 在社会界有一些地位 我就润笔 润笔 没有办法 你们吃饭是怎么样一个奇迹 孟买办 问我说他想组织一个饭局 都是槟城的各界名流 想让我在这将来有一些发展 然后就组织这么一个饭局 然后席间我不剩酒力 然后聊两句把我掺回房间 这么巧 是您先走了之后教授就遇害了 您没有不在场的证据 我确实没有不在场 但是据我所知 那显然在房间的人不会是凶手 对不对 如果教授是被投毒死的 那就是房间所有人都有投毒的机会很可能 你要知道我是搞文学创作的 我们有很多证据小说都是这么写的 您的笔下死过人吗 当然死过 我写过这类文章 是怎么死的 这种情况 他们喝这种冰的沃特卡 把这个毒药放在一个冰块里边放进以后 这个毒药不会马上发作 要等有人离席以后冰块化了 这个毒药才溶解过来 所以当时人会排除嫌疑 这种技法在西方小说里用的非常多 我们见的太多了 为什么非得等有人离席之后冰块才化 然后药效才会发作 不是我举个例子 那您这个例子为什么举得这么得体呢 我看过这类文章 我也写过这类文章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想把笔下的事情变成现实呢 还有一点 刚才您在敲桌子 好 那我就进去写吧 这个手势是在传递什么吗 众好章 旷哥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作家喝多了 她先回了房 而且我敲他门没有反应 所以我严重怀疑是他杀了曹教授 还真是 确实我那我知道这个信息 对 他明天 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呀 你过来 你过来吧 你到底是什么呀 不是 我就是一个买伴 他们俩这身份差的呢 一个经理 一个大洋国尊贵的客人